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要领悟一份是朱蒙卢的花鸟 它的花鸟是画的夏天的一株花 那么它下面放了一个蜂屋 就是画了一张黄蜂 这个蜂屋跟黄蜂很有味道的 那么它用变的也跟人般也差不多 也是一个长蜂的南昊变 那么它也是细把花细构好 那么最后加蜂屋再加黄蜂 我们来画一下 对花在中间会带一点 它的花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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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花跟月勾好以后了 接下来就要画风雾 风雾呢,比较难画的 我们也就是这支 水风别来画的 这支边呢,先带着水 头上呢,用胶脉 用胶脉呢 从这里呢 这样的 好像风雾的 这粘在那个桿子上的 像气一样的 这么一叠 一叠一叠要看得出来 一轮一轮的 上面是浓 上面浓 慢慢地带来 带了 带了,带了以后呢 你这个白的地方 慢慢地 该来看得起来 那么你用 就这支笔好了 一根下去 一根下去 怎样 要一笔一笔 开得轻盛 开得轻盛 这里也可以来 你要中缝的按 好,那么你把那个 风的口字把它画出来 好,那么 让它用坏一点 好,那么这里呢 安排一个 黄蜂 黄蜂呢 它的屁口在上面 我们先用带们勾出来 屁口在上面 这身 腰很细的 这个头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照项颜色 用黄的 再用慢 我把它铺一下 它的大蹄 它的翅膀呢 用抠袋的变 要快速度 一变 这里一变 这样 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要再一点颜色 这个上面呢 也要再一点颜色 把它融化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画画 白的 加一点 足标 从里面画出来 白的 加足标 白的 加足标 好 那么 那么 用藤环 加炸墨 叠上那个 花心 花心 它的嫩液呢 也带一点红 构心构的带呢 颜色也带 稀量浓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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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看我呢 我在颜色的时候 水分很多 但是没有伸到外面 你要控制 尽量的 边上不要去吐过去 让它慢慢的伸开来 所以看起来水分很保密 没有伸到外面 这也是一个桥门 要注意 好了 我们整体看一下 整部作片的 基本上回生了 我们接下来再换一幅 同学们看 这也是周末罗的一幅作品 它是白武 还有一虎叶 这家蜻蜓 它这样处理 是非常有趣的 那么我们先把白武勾出来 也是这只长风的阳号边 这样够的比较要 它很够的很大气 这样 所谓大气 就是不轻翘 很赏实的画下去 它没有什么扭扭扭扭扭的 那么 割上杆子 杆子称色的时候 改字边上的点 也点上几点 好 可以了 那么 接下来 我们就画那个胡鱼了 胡鱼呢 它是用这只阳号边 在面带上的 钻一叮墨 这个墨也不是太浓 这样一支支笔 又竖起来 竖起来 这样扫上一笔 这样扫一笔 这里再补上一笔 扫一笔 那么再来一下 这样 扫 就是这支笔 这样扫一下 这里再补上一笔 好 这样看起来了 现在是用嘛 它这个笔头都看得出来 我们这样一笔 好 接下来 它就下面称 把无微的反面称一下 把它的筋脉勾出来 把它的筋脉勾出来 就下去呢 把那个无微的改字 也是这样中锋 也是这样中锋 画出来 那么再补上一笔 那笔 好 这里呢 再补上一笔带 好 那么它把下面的芦威呢 用扎实来画 也可以拿这支笔 下面开始画上去 那么这个无约的改字上了 我们称色的时候呢 要点上焦末的刺 回来 那么在那个无花的心字里面呢 我们用藤黄 加一点扎实 底下心字 藤黄 融得扎实 底下级别 好 这一种味道呢 这种颜色呢 一般叫檀香色 看起来有一种香味出来 那么 它这个无约的反面呢 我们用一支大笔 用花青 放一点藤黄 少量的藤黄 在那边 在那边 有的 没有 有的 我们用一个 是 没有 是 有的 有的 都 有的 这个壁后呢,也要放去六层 好,我们呢,在上面呢,补上心亭啊 心亭我们要用碎笔来画 用墨线勾起来啊,细化两个眼睛 它的嘴巴,颈部 心亭的啊,生枝好了 那么,画上次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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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它的翅膀上 用干壁 淡淡的干壁擦一下 这样,把肉画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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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照上颜色 颜色呢 我们把它照上颜色 颜色呢,我们不让红的好了 用 足标来画好了 好 好 最 foi 在翅膀上面,用淡淡的扎实薄薄的扫上一批 看来,有点透明感 好,新定了就画好了 那么整幅作品我们看一下啊 好,周梦隆的这幅作品我们就结束了 下一步我们要画西过的画了 再会 这幅作品是一幅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